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系统设计,那么这是系统设计的第三讲,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Message Queue,也就是消息对列。 那么消息对列呢,这里有两个关键字,第一个是消息,Message,那么消息是什么呢?它可以是任意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网络爬虫的时候有很多URL要爬,那每个URL也可以是一个消息,那消息也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Stream, 那么消息也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比如说一个类,然后我们可以把它Serialize成一个Stream,那么这样子一个东西也可以是一个消息。 所以它的覆盖范围很广,一个消息可以是你要做的一个Task,就是一个很小的Task,也可以是其他很多任意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关键字就是这个Queue,那Queue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先进先出,好。 然后这个PT的话,引用了一些蛮多人的东西,比如说主要是下面这三个网站。 好,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那消息对列呢我们知道,那这个消息对列里面肯定是放了很多的Message, 然后这个Message是干嘛的呢?那么就是两个Service之间传来传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么一个Message呢,它里面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它可以是很多任何东西, 那主要是一个Message里面肯定有数据,所以就是要比如说Producer和Consumer之间肯定要, 比如说要传来传去这样子才行,那么像这种消息对列呢, 它也算是一种IPC的方式,IPC呢是叫做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就是两个不同之间的Process之间,就是线程之间通信, 那我们知道一个Producer和一个Consumer, 他们可以是一台机器上的不同线程,当然也可以是不同机器上的不同的线程, Producer是机器A的一个服务, Consumer是机器B的另一个服务的一个线程, 那么我们通过相续对列,其实就是让这两个线程之间也进行了通信。 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个Service专门生成Unique的ID的, 那每次我们生成的Unique的ID都是独一挖的, 然后我们还有个ServiceA,那ServiceA会调用这个Code这个UniqueIDGenerationService, 然后每次都从它那里拿来一个Unique的ID过来给它用, 比如说这个UniqueID可以是比如说生成一个用户的ID, 或者比如说我们是个图书馆, 那每次拿了一本书,那也可以是图书馆的ID。 那我这个UniqueIDGenerationService比如说比较好, 那我这个公司里面还有其他team, 那有一些team开发了B, 有一些team开发了ServiceC, 那么他们都想用我这个UniqueIDGenerationService, 所以每当有个team想要开发个新的Service后进行通讯, 那可能每次我们都要schedule很多meeting, 然后和teamB,teamC, 比如说要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API, 然后要setup一些东西, 比如说权限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靠我的话, 那我的QPS可能也要变高,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要去scale, 然后就可能还要加很多monitoring, 因为之前是A和我同讯, 现在B,C也和我同讯, 那我可能就每条线我都要一些monitor我两端的东西, 就是其实增加了很多复杂性, 比如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导致我的这个UniqueIDGenerationService和A,B,C之间, 就是依赖的比较深, 然后我们还要去monitor很多metrics, 然后比如说如果UniqueIDGenerationService突然down了10秒, 那A,B,C,他们也就会down掉, 好,那么这下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加一个中间键, 我们叫做MessageQ, 那每次我UniqueIDGenerationService, 我可以源源不断的就自己主动生成一些UniqueID, 放到MessageQ里面, 那A,B,C的话他们要用到MessageQ, 就要用到这个ID, 要申请一个ID, 他们就直接从MessageQ里面拿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把场景换一下, 那刚才我们就可以把这看成一个, 我们就举例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我有个用户注册的服务, 那他接受到一个请求, 那就是要注册一个新用户, 那把新用户的比如说用户没密码, 都存在UserDatabase里面, 然后就直接可以返回给新用户, 说你的注册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可能我们还要做很多其他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发短信通知这个用户, 说你注册成功, 或者我们要发邮件通知这个用户, 说你注册成功了, 然后你有哪些什么, 就是你有哪些那个, 比如说我们有哪些活动啊, 促销啊什么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告诉这个人的朋友, 什么你们的朋友谁谁谁也进入了这个平台,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些事情我们没必要在用户注册的时候做, 如果在用户注册的时候做, 那么用户那边的响应就很慢, 因为我们要发邮件, 什么发短信啊什么的, 那就比较慢, 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只需要告诉用户, 你注册成功, 马上反馈给他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这三个task放到我们的message queue里面, 比如说发短信的一个task, 发邮件的一个task, 还有推送给朋友的一个task, 把这三个task放在message queue里面, 然后这三个service在之后, 有时间的时候, 就是去里面取对应的task去处理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用message queue的话, 它有个好处, 第一个是接偶, 就是说这个service和右边这几个service,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service, 右边这几个service, 他们并没有就是说关系的非常密切, 因为他们通过一个中间间接的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叫做接偶, 好, 那接下来性能, 比如说这个producer, 就不用等到所有的工作都完成, 才返回, 比如说这个例子, 那我们这个user registration, 他是个producer, 那他只要把用户的一些基本性子, 存到database里面就好了, 就返回就行了, 那接下来其他任务, 把这些任务放到message queue里面, 让其他社会去自己去处理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scale比较方便, 这样子的话, 我只要多加一些用户注册的instance, 或者比如说, france notification service, 压力比较大, 那我再加几台france notification service的instance就可以了, 就scale也比较方便, 因为两个service之间结偶, 最后还有个好处, 比如说, 就是我们处理分值这种, 就有时候分值QPS会很高很高, 那我们用message queue就可以把分值QPS的, 就是能够处理这样一种问题, 就是缓解这样子一种问题, 因为你有时候分值的QPS很高,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这种同步的call, 比如说像这种用户注册, 如果全部都在一个request里面做完, 就比如说我用注册用户, 然后短信啊邮件啊, 发推送朋友啊, 如果做完才retend的话, 那么就比较慢, 那如果遇到这种分值QPS,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同步的一些任务, 把它变成一些间接的异步的一些任务, 比如说分值QPS很高,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 我这个主要服务里面一些, 就是不需要立刻做的事情, 放在message queue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减少资源的消耗, 就可以尽量返回给用户, 因为那些我们不需要立刻返回的, 我可以先放到message queue里面, 等之后我们压力有所缓解的时候, 这些service再去做, 好, 那缺点呢, 那一个缺点很明显, 因为我们引进了这个中间键message queue, 所以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护它, 比如说很多时候, 有时候比如说, 这个message有可能会被我们consume两次, 或者我们要考虑如果这个message丢掉怎么办, 总之我们要考虑各种各样可能带来的问题, 第二种是inconsistency, 有时候这个producer就他并不太确定, 我的consumer到底有没有成功处理我派发给他的任务, 还有第三个是availability, 如果message queue当地要怎么办呢, 所以缺点的话当然也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毕竟我们多带来了一个组件, 我们需要去维护它, 好, 那关于reliability的话和那个availability, 比如说message queue如果它的message都在内存里面, 如果那台instance停电了或者怎么了, 机器当掉了, 那所有的message都没了, 那肯定是很不好的, 所以一般message queue的实现都会有一个持久化的功能, 就是会把它上面的message放在持久化在硬盘上面, 当然还有一些replication, 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instance上面message queue, 那样子的话如果这台instance当掉, 那肯定就不行了, 所以一般会有replication, 就是比如说还有另外几台instance, 他们也存放了相同的这个message, 用来提高availability, 好, 那一般开源的message queue实现其实很多不止这些, 但就是讨论的最多的是kafka和reliabilitymq, 那关于reliabilitymq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主要是有个producer, 有个生产者, 那当然可以有很多个生产者, 我们这里只花了一个, 那生产者就生产出一些message, 那这个message就放在这个message queue里面, 那这个message并不是直接放在queue里面的, message先放在一个我们可以看成一个中转中心, extrange, 然后这个extrange的话再和这些queue balance, 这些queue不一定是相同的queue, 就这个queue可能是比如说朋友推送的任务的queue, 下面这个queue可能是短信通知的这个任务的queue, 那我们看到, 那这个bindings的话就必须我们要setup好, 就reliabilitymq有些api我们可以把这个extrange和这两个queue搬得好, 这样子先进来个message, 根据这个message的类型, extrange就可以把这个message派发到正确的queue里面, 然后consumer就可以从对应的queue里面取出要做的任务去处理它们, 好, 关于cafka的话, cafka的话它也是一个分布式的就是消息队列,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比较类似, 当然肯定也是有很多个producer, 然后把消息发到cafka的那个cluster, 然后consumer再从cafkacluster里面去主动的去要一些信息去处理, 好, 那么这个图的话是参考这个网页,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cafka的架构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生产者, 那这些生产者比如说他们可以生产一些服务器端的日质, 他们也可以生产一些business data, 比如说什么用户浏览了什么网页点击了什么, 那都可以发送到这里, 那consumer就可以生成一些商业报告, 还是pageviews就是什么用户看了什么网页, 那这些都可以当做一些message, 好, 那么这里面的东西叫做cafka broker, 一个broker其实你可以认为是就一台机器, 一个instance这个broker里面就放了很多的messages,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consumer, 然后还有一个suitkeeper的cluster, 那cafka呢他肯定要管理他这些的broker, 然后怎么管理呢, 就是通过这个suitkeeper的cluster管理, 比如说选选老大, 然后rebalance他的所有的他的这些broker, 还有当producer就是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是把message push给broker, 然后consumer的话是主动的去pull这些message, 那我们其实也是走马观花, 因为就是我们浅尝折纸就行了, 毕竟也只是为了系统设计的面试, 接下来我有时间的话会制作详细分析cafka和rebitmq的视频, 好,那关于这两个比较, 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 rebitmq的话它是有那种就是消息圈的机制, 所以它一般用在这种高可靠性, 比如说金融方面什么的, 它比较可靠, 因为它会尽量保证每条message都会尽量的去说去把它做掉, cafka的话它的坑土量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适合大数据的这种处理, 好,然后吞吐量的话说过cafka比较高, rebitmq的话其实比较一般, 那cluster load balance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 cafka的话是用suitkeeper去协调它的这些brokers, 然后rebitmq的话它本身并没有, 它需要比如说借助外部的一些load balance, 好,那我们我的上一讲视频就是讲这个, 网络爬虫,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把rebitmq用在这个message queue里面, 那每一台机器它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 它是消费者是因为它每次从rebitmq拿到一个新的url去fetch, 它是生产者是因为它抓了一个网页的内容, 然后这个网页有很多新的url, 它把这些新的url放回到这个queue里面, 好,那刚才说过message queue的话也可以用在这种用户注册的这种场景, 那用户注册完我们把对应的数据放在数据库里面, 就可以马上返回用户, 跟用户说, 哈喽你已经注册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短信啊邮件啊各种promotion相关的通知啊, 或者朋友的通知啊, 我们都可以之后有时间再做, 放在message queue里面慢慢做, 因为这些不急, 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 那刚刚讲过我们今天是浅长折址, 那rebitmq和kafka的话, 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尽量做一些比较完备的视频, 跟大家去分享, 好,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